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整形外科專科醫生 麥醫生跟我們聊聊天的 麥醫生你好 是 你好 麥醫生 我知道你會幫一些乳癌的病人做一些重建手術 可不可以說一下重建手術是怎樣的 其實乳房的重建手術 代表如果患有乳癌 切割完乳癌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一些重症的手術 也可以帶分兩類 第一類就是我們叫做即時重建 我們叫做第一期重建 另外有一個就是可以切完乳房做所有的治療 才做重建 這個就叫做二期重建 通常的病人都會選擇一期重建 因為一次麻醉就可以即時做重建的手術 第一個即時重建 即是說他即時拿走那個癌細胞 就馬上跟他做 我想問那些是從哪裏來的 那些肉或者是怎樣重建 一期重建或二期重建也好 其實都有不同的方法 大分兩類 第一就是用自身的組織 即是用自己的組織 另外一個就是可以選擇一些假體的 例如我們俗稱水袋 那要視乎每一個病人的需要 那我們就去選擇用什麼方法 那你說一期重建 如果用自身組織 都可以用 香港就是用肚子的組織 那我們就叫做一個複直肌的皮反 那第二就有些人選擇是背脊 背脊的肉 背脊的肉也可以做的 那會不會呢? 例如我好像很瘦 沒有肚腩就拿不到肉 關不關事的? 是的 如果在這個情況 我們也要看看本身的乳房的大小是怎樣的 如果你說乳房不是太大 而自身組織也夠的 那我們大部分都會建議用自己的身體組織 那如果你說萬一乳房比較大一點 但是人太受不了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背脊的背闊肌 皮反 再加一個假體 即是一個水袋 那我們就會選擇Signor Size幫你做 OK 那剛才你說有一些情況 就是一段時間之後才再做 什麼情況我們會選擇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就有機會 第一可能在政府醫院 就是擔心可能你說 因為如果你說要即時重建 其實手續比較長一點 那有機會就是 你說時間上配合不了 可能那個Waiting Time 就是時間比較長一點 那可能病人就會選擇先做了一個癌症切割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可能癌症本身比較是Advanced 就是比較後期一點 那我們要快一點做治療 那就馬上做了一個快一點的手術 做完所有治療了 才第二期會Consider重建 對 那有沒有說要隔多久 還是10年之後才重建都可以呢? 那一般來說 如果你說我們設定了的Rule 大概都會是 做完第一期的切割 做完所有治療 大概隔了兩年 我們見沒有辦法了 就會建議做二期重建 那當然如果你說等了10年之後 做重建也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OK 譬如我比較瘦 但是有些身材豐滿一點 那相對它要用的肉搬過去 或者放進去的東西 那個size就會大一點的 是啊 我們之前都會做了所有的檢查 隔位 我們都會再看看肚子有多大 也有其他東西要留意的 例如之前肚子有沒有做過手術 有沒有大的疤痕 例如如果你說中間有一條很大的疤痕 那我們都要看看 究竟那個疤痕會不會影響重建 如果是真的有影響 就可能會用其他選擇了 嗯嗯嗯 我之前試過有一個人客人 他就即時去做 重建 那感覺 他的心情是沒有什麼的 他本身的身形也是挺好的 那個女士 覺得感覺上會是良好一點 是的 其實這件事也會影響病人的康復心情 也會的 兩體 有些病人就會覺得 我沒有所謂 其實我沒有了乳房 其實是OK的 不過我見過很多病人 都是因為沒有了乳房之後 其實他每天看著巴痕 都會不停去提醒他曾經有乳癌 切割了 還有可能有很多事情 在日常生活都不方便 例如他第一二乳 夏天的時候會很熱 有時會移位 或者他游泳的時候 又兩邊不平衡 都會有一些尷尬的情況出現 以前比較舊款式的抑鬱 我也有試過病人 可能做一些勞動的工作 就是回到工作 他會整個差不多跌了出來 是的 就會很尷尬的情況 如果你說即時做重建 其實雖然你說都不是一個真正的乳房 但是如果你照鏡的時候 看到自己有一個對稱的乳房 其實整個心情都會好一點 而且始終是自身組織 所以你對那個歸屬感會好一點 嗯嗯嗯嗯 自身組織的意思是否避免他會排斥 或者是怎樣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一般來說 都不會有什麼排斥的 就算你放一個水袋 他會有很少的排斥反應 可能他會有個硬膜 引致到你第二天會痛 會變形 但一般來說 總之組織在你自己來 或者是一個假體 都不會有太大的rejection 除非你說我可不可以用其他人的組織 那就不行了 就會有排斥了 那乳癌呢 譬如在你認知 算不算我們都是叫生存期 或者都是比以前久了 或者是康復 都是比以前好了 其實乳癌來講 因為現在的發展都很好 那你說藥物上面 其實都控制得比較好一點 是的 還有不斷有新的藥物出來 那個存活率是比以前好很多的 還有因為現在大家都的知識高了 那一有 可能摸到不對勁 就要去看醫生 所以其實現在大部分 發現的都是比較早一點 是的 這樣就可以早一點治療 嗯 因為現在都比較普遍一點 其實我想每天大概 我想有一天裡面 大概已經有13個人 可能會 每一天 是的 每一天 大概有13個女士就會 可能發現自己有軟癌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現在很流行的3D mammogram 應該是每年照 還是每兩年照 就是有沒有建議是怎樣的 其實如果你說應付得到 其實每年照是好的 是的 當然如果你說家裡有家庭的歷史 就要早一點去照 通常我們建議就是 例如我 就是我媽媽可能是 那時候是15歲有餘癌的 通常就會建議他們10年前 就開始要檢查了 10年前的意思 就是多少歲 譬如我媽媽45歲有餘癌 那我應該35歲開始 其實就應該去檢查了 這樣就是最安全了 嗯 另外也是建議 如果是做餘癌的檢查 有些人就說 不想痛啊 不想去做mammogram 對 因為都挺痛的 我們可能會選擇 不如按次女共振 那次女共振都是一個方法 不過不好處就是 因為它過分 sensitive 就會 pick up 了很多 未必是餘癌的東西 你就會額外擔心了 所以現在人們建議都是做mammogram 加超聲波 這兩個是gold standard 就是要做的檢查 嗯 有時候有些人客就覺得 就是普通的package 驗血有沒有癌指數 但是那些始終都不夠仔細 是嗎 是的 其實軟癌就 你說檢查血的癌指數 其實都檢查不到的 嗯 所以建議都是 第一要自己檢查 可能洗澡的時候 都會留意一下自己有沒有一些硬化 如果一有就要做少許看醫生 第二就是可以consider去檢查 當然如果你說 經濟上未必負擔得到 其實每三年做一次都可以的 不過說開你說女士苦科 其實我很多客人有時候都混淆的 我們經常說做苦科檢查 但是我們空有事 是應該看外科的 是嗎 是的 其實要看外科醫生 其實現在在香港也很流行 就是外科得來 其實都是有乳腺科的專科的 乳腺科專科 建議如果要看外科醫生也可以 不過萬一真的有高度懷疑的話 其實就可以看一個乳腺科的醫生 所以如果你說是女士 那女士、身體器官、子宮那些 又是真的那個人是看苦科的 是的 那是女人的苦科目 是的 很多時候我的客人都調亂了 就以為一個科就可以跟上所有的東西了 是的 通常都不是的 就是一、兩科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暫時跟阿美醫生說了這麼多 下次我們再談其他的癌症 謝謝阿美醫生 Thank you 謝謝阿美! 我們在訪講